這個 那也因為有這些網路行商公司團體的網軍 然後讓使用者難以快速找到好文章 然後也難以刪除掉不好的文章 那也缺少使用者可以去關注優良的作者的機制 那使用者在看好的文章和壞的文章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對這個文章做評鑑 那也因為缺乏使用者做評鑑 然後版主就必須要依靠自己的想法 然後沒有民意支持的機制來做管理 那我們這幾年有想過非常多的解決方式 那是因為受限PPS的限限架構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利用官方的APP 來試的解決這以上的問題 那我們目前初步想要介紹的是 我們以後會想要利用APP做使用者的互評機制 好比說使用者可以對這篇文章做好評或壞評 那也可以根據這些評價來對文章做排序的機制 然後作者也可以根據他歷史的文章來 會有他的累積的評價 這是我們APP主要想要打的幾個方向和功能 然後我們是在去年5月的時候開了這個坑 然後接下來之後 不過後來隔了兩個月才開始運作 那現在我們一路到現在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們幾乎是很穩定的 在每個禮拜二晚上 然後都有進行線上的會議 然後會議的規模 參與的人數也幾乎都有大概是10個人左右的規模 然後我們試圖非常穩定的 就是要把這個坑填滿 然後不要中逐這樣子棄坑這樣子 那再來之後 目前我們一路到現在 就是我們的夥伴們就是 像U1UX的部分 我們的進度已經相當的幾乎完成了 那在前端後端 我們在進行 包括說我們的測試版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 我們希望說 邀請那個SP.net 還有Cshop 然後還有可以來協助我們做APP測試的夥伴 可以一起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認為說一個社群 如果沒有做改變的話 它一定是會慢慢的消亡的 那我也相信在場的 許多朋友應該也都有使用過PTT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加入 讓我們讓這個社群 繼續延續下去 然後適應現在的功能 謝謝大家